今天第一集 我們會教訓練平衡力 平衡力對長者有多重要? 平衡力因為我們需要協調 我們身體多過的器官 包括我們的體感 以及我們的前庭 以及我們的視覺系統 所以我們要經過一些動態平衡訓練 我們就能夠縮短反應的時間 就可以預防我們跌倒 以及降低我們跌倒的風險 原來平衡也會牽涉這麼多的器官和反應? 是的 還要用動態, 才會動很多 是的, 不如我們… 立即開始吧 好 是一個 好, 這裡… 好, 我們第一個要做的訓練 就是一字步 一字步 對, 一字步的訓練 我們會把腳踭碰到後腿的腳趾 雙手分開, 然後一步一步走 因為我們的重心收窄了 我們的難度就會增加 我們慢慢慢慢地走 記得留意平穩性 如果我們真的不穩定的話 盡量貼著牆 緊著牆走的時候就會比較安全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就可以捱著牆 你看看我們 好 我們要用什麼力量去平衡? 用腰還是用腳?還是用哪裡? 主要我們的核心肌群都要穩定 收緊它 對, 先收緊我們的腹 然後… 我幫我站穩一點 對, 然後慢慢走 對, 眼望前方 我們會用到視覺系統 要先看前面 對 沒錯 如果不看前面, 看著地面就放了 對, 沒錯 對, 而且如果大腿肌肉力量不夠 我們也會左搖右擺 這個力量不夠 這個核心肌群也不夠 就會放了 對 跟我們一起走, 要幾萬才行 好, 好 準備 好, 好 Phoebe, 你可以… 手指不用放得這麼高 可以放低一點也可以 好 如果你能力夠的話 好 放低一點也可以 對, 如果大王覺得能力 想不要太困難的話 我們可以闊一點也可以 又闊一點也可以 對, 那個重心就不會那麼困難 一天要做多少次 有空就做一下就可以了 沒有說一定要做多少分鐘 或者做… 沒限定的 沒限定的 有空就做 有空就做, 做多一點 對, 第二個動作 好, 我們就會… 我們會前後腳跟剛才一樣 對, 接著我們就會左右轉身 對, 左右轉得慢 動作要慢, 不要那麼快 對, 我們的肌肉和大腿肌肉 都是核心肌群 對, 刺激更加大 我們要求比剛才的動作更高 好, 接著我們再增加難度 來吧, 我們嘗試一下單腳 單腳嗎? 單腳纏 單腳, 接著再轉 再轉嗎? 對 站不穩了 好, 如果真的怕站不穩的話 我們可以在旁邊先加一張椅子 用椅子來扶椅? 對 加上一張椅子, 然後慢慢做 也可以嗎? 對 這個重心更加收窄了 因為用單腳 所以我們需要身體的平衡性 就更加要提高了 那是不是做完一隻做那隻? 做另一隻? 沒錯 對, 我們首先下來 對 假設我們覺得右腳比較厲害 我們先做右腳 做久一點 對, 如果是, 我們慢慢… 一旦右腳都可以了 我們可以嘗試再用左腳去做 剛才做多少次? 對 都是沒有限定的 有空就做? 對 有空就做, 多做一點 但這個動作當然是訓練我們的平衡力 但還可以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它令剛才我們的肩膀… 你會看到我們的肩膀都會震 我們的肩膀都會震, 我們的大腿都會震 我們的觸懷關節, 我們的膝關節 跟我們的寬關節都要掃一些協調 是的 那下一個動作呢? 下一個動作我們叫做交叉步 這個交叉步跟剛才的動作很相似 不過我們的身體就會90度旋轉 我們將我們的右腳向後踏一步 旋轉90度, 身體跟著轉 轉回來正前方, 我們就靠攏 反過來, 要有一點擺放 對, 我們的腳要靠攏 對, 我們的腳要靠攏 對, 接著再轉, 我們如時之類推 我們都會做十次的一邊 好 其實它牽動了什麼肌肉 和牽動了什麼位置呢? 我們需要腹橫肌, 我們要去旋轉 腹橫肌 還有我們牽涉到 我們那個寬關節的旋轉, 轉動 對, 整體, 因為加了一個活動性 我們的視覺系統都會幫助我們做平衡 要調整它? 對 這個要做多少次? 也是十次 但是我們記得, 動作一定要慢 不可以快 慢成怎樣?你做一次是慢的? 也是, 看得到, 零一零二 然後零一零二完成 在家裡做的時候 真的要找一個安全的地方 去做, 或者身邊擺一張椅子 或者是牆邊的位置去做 如果真的跌倒的時候 也可以扶倒 對… 好了, 重追尖峻 下一個動作 我們做一個登台階的動作 就像我們走樓梯一樣 看來看如何做 好, 我們站在椅子前面 我們用重心腳 假設右腳比較有力 是, 放在椅子上 然後我們深數了 也是用兩秒的時間 慢一點的動作 走上去 零一零二這樣上去 這麼慢? 零二零一零二 拿回去 然後再來 零一零二 對長者有什麼幫助呢? 這個做法 這個動作 平時我們都要上樓梯 是嗎? 長者也會上樓梯 是 這個訓練 令我們上樓梯的時候 更加穩健 不會左搖右擺 甚至上樓梯的時候 大腿會沒力 現在我們經過訓練的話 大腿也可以有力 大腿很用力 要踏多少次? 要踏多少次? 都是兩力而為 對, 預計是要踏10至12次 我們也可以做兩至三組 下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需要有一張右背的椅子 好, 來了 首先我們站在椅子的後面 單腳的, 所以要小心一點 雙手先扶著椅子 試試單腳站, 行不行? 對 站? 對, 單腳站 另一隻腳向後踢 你扶著當然可以 現在碰著, 可以 我們慢慢把雙手離開 離開, 慢慢下來 再下來 離開就要震了 對, 因為重心收窄了 那就下來? 對, 接著再來 我們來了 好 試試, 行不行? 行, 這樣要用椅子來做什麼? 怕你跌倒 是怕跌倒的 沒錯 好, 接著再來 我們慢慢來 對, 我們增加難度了 我們慢慢把手向前 然後腳再提高一點 這個跟剛才有什麼分別呢? 教練 這個動作我們需要… 因為我們的腳向後踢 剛才那個動作跟剛才的動作有點不一樣 令身體的刺激是有不同的 它又牽涉到哪裡呢? 牽涉到哪裡? 對, 都是核心肌群的 都是核心肌群? 都是核心肌群 就是說整個平衡 我們只要練好核心肌群 基本上就有很多 練好核心肌群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協調性 是 我們協調我們的盆骨、膝蓋 跟我們的觸懷、平衡性 還有我們的感覺系統 剛才提到的前庭 還有我們的體感 以及我們的視覺系統 好 如果我覺得我可以 我的腳越低越高 是不是越高越好? 留意我們盡量不要低得那麼高 因為你低得高的時候 你會令你的腰咬了 對上腰 但它撐得順 但是也不要這樣做 最多這樣就足夠了 直就足夠了 手和腳可以直到直線就足夠了 千萬不要折腿比你的背部高 明白 每天要做多少次呢? 如果做這些平衡? 也一樣, 我們其實是沒有限 沒有限制的次數 其實你有時間的話 做多一點 對平衡力的訓練就更好 有什麼要注意? 比如喝水、吃完飯 或者晚上、日休息 什麼時候做? 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最好當然不要飽肚地做 可以的話 我們最重要是找一個安全的位置 身邊如果有長桌 或者有椅子 或者有長的地方 去做這個平衡的訓練 不然我們跌倒的時候 起碼也會有一些椅子 或者牆子可以讓我們扶著 還是提醒大家 做任何運動 非必都要 勞力而為 乾杯 再用看 這樣 炭 身也要做到 這樣 technological